这期节目的主角呢是吴炳伟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企业家 他总喜欢待在家里看武侠小说 研究和思考理论 他喜欢跟别人讨论科学和数学 而且可以滔滔不绝地跟刚刚认识的朋友呢 研究起对称论和平衡论 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呢 最近刚刚带领了他的企业团队 获得了IBM商业伙伴卓越奖 而他所创立的银湖集团 在银行软件服务领域里头呢 可以说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他是怎么样去实践他独特的理论 并且取得非凡的业绩呢 现在我就要带大家去拜访他 来探个究竟 例如说1945年我们就签了一个条约 叫做Britainwood Accord 然后这个就是以金本位 就是美国纯金把美金跟金挂钩 不过美国人呢 因为他们用草票用得太快 金收得不够 到1973年他们有办法 他就要把这个价值改了一改 当然他们是老大 我讲了就算嘛 所以他就讲说 现在从现在起呢 你不能办房金了 现在变成不是金本位 变成美元本位 美国人又开始觉得 好像用草票用得太慢了 现在我们用更大的草票 然后我们叫denovative 衍生工具 他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用太多草票了 只是这次用的草票大张了一点 到现在他就觉得又不能调整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他现在老大哥讲也不见得一定算了 所以这次就讲说 大家来讲讲看 这个价值是什么办的 老实讲大家也很乱 世界上的人呢 都好像不大懂的 不过自然呢 他有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对称 譬如讲两二的对称呢 就是swap 其实中国跟韩国做一个swap 就是讲说我们定一个数目 然后我们来交换 你可以叫它butter trade 现在的butter trade 而将来的演化呢 一定是对称的演化 所以从那边你可以看出说 对整个经济的背景的了解 是很重要的 用这个例子呢 你就可以看出说 对创业多重要 有钱 伤胞 feedback 谢谢大家